在風起雲湧的時間長河中 總有人在描摹歷史的輪廓 在激情燃燒的歲月中 總有人在定義青春的價值 在瞬息萬變的時空中 總有人在探尋遠處的星光 核能 作為能源安全及戰略威懾力量的基礎 一直位於世界高度敏感高度壟斷的戰略領域 是大國實力的重要標誌 而剛剛成立的新中國 卻在這一領域被國際排除在外 1956年 為了發展我國的原子能事業 清華大學專門成立了工程物理系 成績優異的機械系大二學生王大中 就被抽調到了這個剛剛成立的系 王大中依靠敏銳的直覺 要真正掌握核反應堆技術並為國所用 一定要有工程實踐 他選擇了核反應堆工程專業 從此開始了他的核能研究之路 兩年後 王大中留校工作 就加入了剛剛成立的清華大學 原子能科學實驗基地 也就是清華人稱的二百號 在這裡 處處忙碌的王大中 在職業生涯的第一站 就包場種種艱辛 王大中在二百號參與建設的是 新中國第一座自行設計 與建造的核反應堆 然而王大中所在的團隊 不僅平均年齡不到24歲 而且在外部技術封鎖的條件下 他們還面對著白手起家的巨大困難 那時候蘇聯專家已經撤走了 你想拿到蘇聯的全部的圖紙 那是不可能 那時候創業很艱苦的 二百號什麼都沒有 就一片空地 從做工程模型到籌建實驗室 再到參加實驗 王大中的每一項工作都困難重重 在整個的建堆的過程當中 是就經歷了很多改行 但是這些改行呢 對我後來的這個學術生涯 都很有很有很大的鍛鍊和幫助 經過六年奮鬥 清華大學屏蔽實驗反應堆 於1964年建成運行 敢想敢幹 敢轉行的王大中 經過六年的魔力 在實戰中 經受了從業務能力 組織能力到心理素質的 全面鍛鍊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 核能真正進入民用階段 對提高核能安全性的要求 也大大提高 八十年代中期 由於化石能源緊缺 繼續探索更為安全的核能技術 成為世界核能界的共同目標 此時 剛從德國深造歸來的王大中意識到 要想在實現我國發展經濟目標的同時 緩解能源緊張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問題 必須在大力發展核電的同時 積極發展核供熱 當時就瞄準了我們國家能源短缺 瞄準這個然後就搞低溫供熱隊 1985年 國家批准清華大學核能所建設一座 五兆瓦低溫核供熱試驗隊 王大中擔任總工程師 文件務實的王大中沒有急於頓工 他首先想到的是 要選擇一條正確的技術路線 碰到第一個問題我想到的就是 我們要選擇好正確的技術路線和方案 經過了差不多一年多的論證研討 我們決定選擇在一體化的 鞘石的核供熱隊 來環境隊能夠全公里 百分百公里靠自然循環 給它弄出來的 這個也是我們第一個做的 你又想把這個東西建得又安全又好 那麼你必須採用一些新的技術 這是一項十分先進的創新技術 王大中不僅帶領團隊 選擇了正確的技術路線 工作上更是親力親為 王大中不僅是一個非常平易經營的人 而且他的工作特點是 好多事情都自己去幹 不光是出主意想辦法 這項在安全性上明顯優於 當時世界上運行的大部分核電站的前沿技術 就是近十年來走進人們事業的 商用核能的主打技術之一 同時他所使用的非能動余熱排出技術 使得他的安全性與先進性 遠超同時期其他的核電站 得到了國際上的關注 中國在低溫核供熱這一領域 跨入世界先進行列 1986年 我國策劃實施 旨在追蹤世界高科技發展的 863計劃 王大中被選為了能源領域的首席科學獎 也是在這一年 蘇聯發生了震驚世界的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 這次災難性事故 讓世界核能技術研究 進入了至暗時刻 然而 王大中反而在危機中 看到了轉機核方向 那就是提高核反應堆的安全性 更加堅定了走以固有安全為主要特征的 先進核能技術創新之路的決心 目光敏銳 極具前瞻性的王大中 仔細研究了國際核能的發展 做出了三個重大的戰略選擇 當時王大中的思想是很明確的 就是說一定要走到模特化的道路上去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呢 你一下走可能還不行 所以先從小的走 然後再發展到大的 到第三步呢 才走到自己完全自作創新 有多類的思想 有多類的發展 將安全視為核能生命線的王大中 決定將重點放在發展具有固有安全屬性 被稱為不會融毀的反應堆的模塊式 球床高溫氣冷堆這一先進技術上 面對這項複雜的多學科性研究 王大中不僅擁有豐富的經驗和過人的能力 他認真務實 但是行勝於言的品格也影響和感召了很多後來的核能人 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希望我們 兩天上 一個呢就是做事要再扎實一點 把工作做戲做頭 另外一個呢 王校長始終希望我們不要吹牛 石造高溫堆是1992年博物園立下 1995年開工 然後開工以後的 實際上王校長已經當了清華的校長 從研究反應堆到出任清華校長 五十八歲的王大中對於這樣的職業轉軌也頗感意外 在200號磨練出來的戰略眼光 決策能力 組織和協調能力 以及敢於和善於獨當一面的氣魄 成為他挑起清華校長重任最寶貴的資本 從1994年到2003年 王大中長校的近十年 正是清華大學奔向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時期 作為校長的王大中和全校師生員工一起 在世紀製教向清華和世人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他和領導班子制定三個九年分三步走戰略 敏銳地提出建設、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大學的總體思路 並不遺餘力地付諸實踐 在任職清華校長期間 王大中也沒有忘記200號和他的核能研究 並且更加強調自主創新 更加堅持核心關鍵技術要靠自己的信念 核心關鍵技術一定要拽在自己身邊 最核心的就是那個藍尿球 那個藍尿球 到現在還是核能裡頭最核心最關鍵技術 而且當時我們認為它是買不來的核心技術 我們清華有一批人幹了三十年 把這個藍尿球給做出來 在世界核能發展最低潮的時期 王大中帶領著研究人員用十多年的實踐 將擁有固有安全性的十兆瓦模塊式高溫氣冷實驗堆建成 2003年 反應堆在清華大學核研院病網發電成功 這是世界上第一座試驗成功的 模塊式高溫氣冷堆 2006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王大中的這一重要科研成果的工業應用 也將為國家產生巨大的實際效益 作為高溫氣冷堆邁向工業化的重要一步 山東石島灣高溫氣冷堆核電站的順利運行 將在提供大量能源的同時大幅減少碳排放 這對中國乃至世界的能源變革具有非凡的意義 現在看下來往下80年代和90年代搞了兩個反應堆 一個合共的堆一體化合共的堆 一個是高溫氣冷堆 這兩個都非常爭取 而且是站得住的方向 當10兆瓦高溫氣冷實驗隊一次成功地實現了首次臨界 並最終並往發電運行 當山東石島灣的高溫氣冷堆20萬千瓦級商業化示範電站 實現首堆臨界帶核運行 成為世界首座工業規模的 模塊式高溫氣冷堆核電站 中國在世界先進核能技術研發領域 終於從跟跑並跑到達了臨跑世界的位置 在熱烈的掌聲中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想獲得202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 清華大學王大宗院士頒發獎章證書 榨根大地的生命 到底可以多麼絢爛多彩 王大宗用他的人生為我們做出了生動的詮釋 他是令人尊敬的核能專家 讓中國的核能事業實現了令世人驚嘆的跨越 他是師生們愛戴的老校長 讓清華在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路上 完成了重要飛躍 他是實質報國的優秀共產黨員 讓生命在服務國家和人民的偉大事業中綻放 他是1952年入學工程物理系 我們親愛的老校長 黃大宗院士 是 以科學之名 以中國之名 幾代清華人從青春年少到白髮蒼蒼 為了我們想要的將來 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 《國家最高科技獎》是份沉甸甸的榮譽 它屬於集體 屬於所有知難而盡 縱志成成的二百號人 科研工作是一項崇高的事業 值得一輩子去追求和奮鬥 但是科研如登山 過程往往充滿著困難挫折和風險 我個人體會 克服這種困難需要有悟性、勇氣和韧性 我們國家正處在最好的發展時期 科技自立自強是我們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我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則無旁貸 我相信 只要我們每個人都堅定信心 勇敢向前 我們的國家就會有無限光明的未來 準確 過程 都要不然 每個人都堅持 紛失敗 紛失敗 全新墜了 全新墜了 公司